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可以不择手段 做画可以不择手段 对东方文化的热爱 是他不断探索 中国化现代化道路的 力量源泉 七十岁那年 他亲身前往 珠穆朗玛峰 为体验雪山之美 忘记了时间 被上帝夺去了一只耳朵 半个月后 西藏族曲系列作品面试 说那个云一直在那个山腰上 一直在流动 我看那个美丽 什么叫做忘我的境界 那是我真正的第一次 是真正的体会出忘我的境界 这位老者用他的经历和作品 给观者展现了一段 年轻只是一种心态的 不老神话 他人非常的可爱 我觉得他性格比较像是 在画台里面的老顽童 一个东西南北人 刘国松 2015年12月18日 首届水墨一博 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 展览展出内地 香港 台湾 及海外40多位画廊的重点水墨作品 和大型艺术装置 作为全球首个主打水墨的一博会 被称为现代水墨之父的 刘国松个人画展 成为全场最大的亮点 除了四幅私人收藏外 他还特意为博览会制作了 11幅新作 全部作品都销售一空 标价1000万元港币的新作 《雪满群山》是最早售出的作品 20世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20世纪里面也都有很多 很优秀的艺术家 其中一位是刘国松老师 我们当去看收藏的时候 第一就要看回整个艺术发展 那种的一些重要的意义 而在里面也都可以发掘一些 比较在当时候 或者是整个艺术史发展里面 起着一个非常有贡献 和有重要性的艺术家 这些艺术家的创作或者作品 是会在未来的艺术市场 是会有很大的潜力 是继续增值 在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的当下 刘国松呼吁中国画家 做好迎接中国世纪的准备 我们自己也应该要好好努力 能够在跟这个西方的规划 平起平坐 这个水墨一个独立的一个博览会 那这是真实空前的最好局 所以希望以后有更多的 这种水墨化的博览会再产生 所以那到时候我们就 在世界上我们就有发言权了 83岁的刘国松 是一位可爱的老顽童 他特别喜欢穿一双红色的袜子 十分醒目 声音大如逢中 走起路来剑步如飞 他惊人的时亮 他爽朗的笑声 让人倍感亲切 你看他开车开得非常的快 比我开得都快 所以他们给我取我爸取了一个外号叫做标爸 还有一点就是他现在 到现在他对现在水墨化还是那么的热忱 我觉得不是一个老先生的一个心态 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再往前走 我们怎么样还可以多做事情 所以他走路你看也快 就是他整个的心态 我觉得他还一直是保持着非常年轻 刘国松经常说自己是一个东西南北人 一个北方人在南方长大 一个东方画家在西方成名 祖籍山东的刘国松 1932年出生于安徽 六岁时 他父亲就在抗战中阵亡 孤儿寡母没有人依靠 一家人四处逃难 最后只剩下他自己来到了台湾 也许是因为这样颠沛流离的童年 让他个性中无形流着坚强而又叛逆的血 刘国松从小喜欢画画 14岁开始学习传统中国绘画 国画一直都是他的强项 结果他以国画第一考上台湾师范大学 上了大学 受到艺术导师于君志所说的 一切的艺术来自于生活的理论影响 刘国松认为 西洋画更生活化 更具生命力 后来就下定决心全盘西画 全心全意去画油画 从西方印象派开始 一直追随到抽象表现派 结果一画就画了八九年 结果后来因为看到范宽的西山行女之后 我就感动了这个浑身起鸡皮疙瘩 所以我就说当时我一直鼓吹抽象画 结果后来我看了范宽的西山行女 有那么感动 而且那是一个写实的一个山水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 我一直鼓吹抽象画 是不一定是对的 就是说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到 这个绘画的形式 不管它是具象还是抽象 它只要它有它那个艺术的本质在里面的话 都会感动人 东方精神这么样的美好 为什么我们不把中国画发扬光大 还老是跟着西方跑 刘国松开始反思 随后他提出一个口号 就是中国画的现代化 这也成了他终生的一个愿望 从此开启了他后来持续数十年的 对传统中国画的全方位变革实验 六十年代初的时候 我就提出那个中国画的现代化的时候 我就开始做实验 所以说后来我就有这么一个理论 就是说画是实验室 他把它一个很传统 带入到很新的中西合璧的 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 很多人是在推动 可是没有掌握到中的精神 西的精华 而他能够能把它这样结合的话 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从西方的油画 回归到东方的水墨 刘国松需要面对的 另一个问题就是 除了观念上的改革外 更要致力于水墨化技法的创新 他认为材料的开发 也是创造的一部分 颜色呢 任何材料 你都有权利来运用 就是因为你主要的是为了表现 画家用什么材料 用什么工具 不受任何限制 这就是一个画家 在实验室里面 所做实验的一个 必然的一个条件 早在1963年 刘国松已经对纸的材质进行改革 他花了两年的时间 实验各种各样的纸 为了在画面中表现白线条 刘国松自创了 丝纸巾和抽筋剥皮村的画法 并发明了一种 后来被称之为刘国松纸的画纸 我的这个纸 所以你看 如果你照着光线看的话 你看这里边 这个纸巾多得不得了 说我在画之前来 我就先看这个纸巾的分布 也就因为我的构图 是看到纸巾来做的 所以说画每一张画的构图都不一样 千变万画 所谓刘国松纸 就是在棉纸上先胡上一层纸巾 然后在上面做画 画后将纸巾撕掉 这就形成了刘国松首创的抽筋剥皮村法 这个抽筋剥皮的重任 通常都是由刘国松的太太来完成 他就先画 画完以后 他就假如说他觉得 这个画差不多可以 大巨巾定了以后 就开始就来施纸巾 施完纸巾以后他再画 这个施纸巾是根本就是 也是刚刚好像等于是第二步 以后最后会要整理的 1961年 刘国松与出生于湖南名门望族的 黎摩华结婚 婚后他太太就从千金小姐 变成要操持佳绩的家庭妇女 热情浩克的他 经常会请朋友到家里吃饭 有时还会闹出 连借钱都来不及的尴尬局面 我想跟你听 我们两个人很注重吃 我们再穷的时候 一定都是有鱼有肉地吃的 常常一个月薪水半个月吃光 就到姐姐家去掉头衬 这段南北结合的婚姻 风雨相伴半个多世纪 如今已儿孙满堂 随着意大利女婿 爱尔兰儿媳的加入 让这个由东西南北人 组成的大家庭 成为名副其实的联合国 在刘伯松的作品中 都很难找到人的现象 无论是太空系列 九寨沟系列 还是西藏族曲 他只画自然 这种无人之境的山水画 画的都是他 记在记忆里面的感受 由唾沫 抽筋 水唾 字墨 或拼贴艺术元素等不同技巧 所营造出的超现实画景 都展现出大自然 山水云烟的异象 和神韵 气势与张力 我这个一共好几个系列 这好几个系列 都是因为 我对过去的那一个系列 已觉得没有挑战性了 我就释远心理 你知道吧 所以你看我那个水托画 就是完全就是 因为我画了个太空画 我觉得我已经好像 想要画的东西都差不多了 你知道吧 所以我就想再弄心理玩意了 在刘国松的笔下 从不缺少眉睫 自从1967年 他看到了阿尔卑斯雪山 画雪景的念头 就一直蠢蠢欲动 直到亲眼看到了 珠穆朗玛峰 他笔下的雪山终于成形 而他的左耳 却从此失聪 经过半年时间 痛苦的寻医治疗 都无法治好 他就干脆放弃了 后来我忽然一下子想 我说上苍啊 对我也还不错呀 还给我留了一个耳朵吧 我就后来我就自己跟自己讲 我说凡是骂我的话 凡是不好听的话 我就用左耳 我说好听的话 怎么用右耳 至于下一步 要创造什么样的风格 刘国松说自己也不知道 因为他画画从不会胸有成竹 他觉得心中的竹子 是很有局限的 大多数都是从古人来的 为此他又提出一个口号 画若不易 所谓的画若不易 就是画画应该像下棋一样 走一步算一步随机应变 如果你说胸有成竹 你还没有画之前 你就都已经知道 画出了什么样 那个没有挑战性 1967年 刘国松在美国纽约 举办个展大受好评 他的画被纽约时报 一个著名的艺术评论家 成为抽象山水画 为了推广中国画的现代化 刘国松推掉了 美国画廊老板的高薪签约 回到香港继续教书 因为他觉得 要教中国的孩子 才能推广他的中国画 现代化的思想 因为我要希望陪着一些年轻人 来继承我的这个思想 创新的思想 所以你看一直到现在 我还一个月还去教一次 教了40多年书的刘国松 对于有才气的学生 他特别爱才西才 在做香港中文大学 艺术系主任的时候 他率先开了全世界第一个 现代水墨化的课程 他要求学生 一律不许临摹 上来就教一些新的技法 让他们自己举一反三 让他们自己去发展创造 我一年进那个书苗里面 来了一个外系的学生来选课 结果呢 这第一个学习下来呢 我觉得这个学生好像蛮 有点意思蛮聪明的 结果等到一年下来 我给他全班第一 结果快放暑假的时候 我就把他叫到我办公室来了 我就说 我说你是哪一系的呀 他说我是生化系 我说你对画画有兴趣啊 他说我从小喜欢画画 那你我说你为什么不考艺术系 他说全家反对他读艺术 他们就认为这个学艺术 出来赚不到钱 所以会饿死 那我就问他了 我说你那个生化 他读得开不开心了 他说越来越不开心 为了动员他转系 刘国松就请来了李军义的父亲 两人一谈就谈了两个小时 结果他父亲答应他转系 到了毕业的时候 他以水墨画获得取消 他说你没办法发生了一说